我叫黄敬峰 今年37岁 浙江金华浦江人 我在上海读大学 留在了上海工作 娶了个上海姑娘做老婆 父母在上海给我买了房买了车 我就在上海成家立业了在上海这些年 岳父岳母对我和我们家付出很多 老婆在怀孕的时候受了很多罪 就因为我妈说顺产对孩子比较好 老婆疼了一天一夜多 我让她剖妇产不愿意 她坚持决定顺产 自己生我是独生子 老婆也是独生女 我觉得老婆为孩子付出了很多 所以我给孩子取了四个字的名字 瞒着父母让孩子跟了老婆姓 去年儿子要上小学了 儿子无意中的一句话 让我妈知道孩子跟了老婆姓 她和我爸大发雷霆 说我忘了祖宗 忘了本 决定收回给我买的婚房 还说以后家里的家产跟我无关 我们家原来是做水晶制品生意的 我出生以后我们家做起了服装生意 我爸负责工厂的事 厂开在浦江 而我妈在义乌商冒成负责销售 我妈本来就是义乌人 外公外婆都是做生意的 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 我妈做生意也很厉害 她怀着我的时候一直在市场忙碌 九个月了还挺着肚子 跟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 生下我做完月子 就推着婴儿车带着我去了市场卖货了 我的童年 我的记忆都是一屋小商品城 各式各样的人 有中国人 有白人 有黑人 妈妈各式各样的忙碌 我在整个市场乱跑 这样的生活虽然随意自在 但我不喜欢 因为妈妈忙起来的时候 根本管不到我 我经常会饿 肚子 所以小时候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以后不要过妈妈这样的生活 在我快上小学的时候 爷爷奶奶把家里的生意 都交给了爸爸和大伯 专心在家带我和堂哥 我是个有些调皮的男孩 但我又话不多 想比懂事乖巧 嘴又甜 学习又好的堂哥 我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孩 堂哥在爷爷奶奶面前装着对我很好 但背地里却会抢父母给我买的玩具 买的零食 甚至会抢父母给我的零花钱 我把表哥对我做的告诉爷爷奶奶 可爷爷奶奶不相信 告诉父母 父母居然也不相信我 他们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些调皮的孩子 大概因为堂哥管着我 我不喜欢他 故意陷害他 后来我就不说了 本来话不多的 话就越来越少了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 在班上只是中等天下 我的家长会父母没有去开过几次 有一次妈妈给我去开家长会 甚至找不到我所在的班级 我都读初三了 她还以为我上初二 不过那次家长会以后 她担心以我的成绩考不上高中 特意给我请了家教 经过家教几个月的恶补 我也如愿考上了高中 也许是进了叛逆期 我知道我想离开家 就得好好学习 考到外面去高中三年 我比以往都努力 父母变得很欣慰 以为我懂事了 其实我是想离开他们 在父母只相信堂哥的话 不相信我的话的时候 我对他们就失望了 我想考北方的大学 可父母不愿意 他们想我考浙江大学 如果考不上浙江大学 也只能选择浙江其他的大学 总之一句话 不愿意我出浙江省妈妈 甚至威胁我 你如果要去北方上大学 学费自己交 我是不会给你学费 生活费的父母 因为很少时间陪我 所以对我用钱也很大方 但我喜欢动漫电竞 也喜欢买一些伴手礼 存下的钱并不多 如果父母不给我钱 要我自己付学费 我还挺悬 我也向爷爷奶奶和大伯求助过 但他们也觉得 我应该在浙江上大学 都不支持我 我知道以我自己的成绩 考浙江大学 肯定没多少希望 但如果考个别省的211或者985 我还是有想法 后来经过我和父母的距离力争 他们同意我考上海的大学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 我原本想上华工理工大学 可父母却希望我去上海大学 最后我还是屈服了 在去上大学之前 妈妈还特意嘱咐我 上大学了 你可以谈恋爱 但我不准你谈省外的姑娘 我只想你找浙江人 我不欢迎其他省份的儿媳妇 你可不要给我找上海姑娘 上海儿媳妇我可吃不消 我在静安分校区 父母为了我更方便一些 还给我在静安区 买了一套单身公寓 大学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大二时在一次社团的活动中 我认识了我后来的老婆 她长得并不是很漂亮 但很带看 跟她说话很舒服 我是话很少的人 但跟她在一起 我能说很多话 我每天都想见到她 我在上课吃饭 睡觉的时候都想着她 木讷的我对她发起了最猛烈的追求 她是上海本地人 家就住静安区 她和我一样也不住校 我就每天早上等在她家的弄堂口 给她带早餐 我还会帮着她母亲干活 我走岳母路线 陪她父亲打太极下棋 走岳父路线 也许我的行为讨好了我未来的岳父岳母 他们也帮我说了话 她答应了我的追求 我们建立恋爱关系 女友经常带我去她家吃饭 我也会笨拙着 跟着她的父亲学习做菜做家务 女友的父母对我很好 让我享受到了 以前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 父母一直希望我大学毕业 可以回老家继承家业 但我想留在上海 我的女友在上海 我不想离开她 因为我知道 她舍不得离开上海 舍不得离开她的父母 既然她舍不得 那我就选择留下我参加了校招 很幸运 我被一家还不错的单位录用了 找到单位我才告诉父母 我决定留在上海 因为我先斩后奏 所以父母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屈服了 我的选择工作了一段时间 母亲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相亲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好几年了 但因为母亲警告过 我不许找外省的女孩 所以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 我有女朋友 但父母叫我回家相亲没办法 我只能告诉母亲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女朋友是上海人 妈妈很生气 让我分手 我肯定不愿意 无奈我只能撒了个谎 告诉妈妈 女朋友怀孕了 我怕女友知道不高兴 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她 因为妈妈知道你有怀孕 没办法 只能同意我们俩的婚事 我很快安排了双方父母见面 我岳母提出 让我家在上海买套房子 我知道岳母的心结 岳母家住在静安区的石库门里 虽然在市中心 但房子面积不大 只有十几个平方 没有卫生间 厨房也是在室外 家里的住房条件一直不好 她希望我女朋友以后 可以有一个好的住房环境 父母在静安区给我买了一套 价值七百万面积八十九个平方米的 三十一厅的二手房 原本以为父母会给我全款付清 可母亲对我说 家里工厂刚买过新机器 我先给你们付个首付吧 不过贷款我会给你们还 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贷款要他们还 我根本没有多想 办房产证的时候 岳父岳母和老婆 也并没提出要家老婆的名字 父母给了老婆两百八十八 零零零的彩礼 岳母没有留下一分 全部给了老婆 不仅给了老婆陪嫁 还出了一部分钱 给我们的二手房做的装修 父母虽然当时不是很愿意 老婆做他们的儿媳妇 但我们真领了结婚证定下婚期 父母还是很用心 给我们操办婚礼的 婚礼浦江和上海各办一场 婚礼的费用都是我们家出的 但父母把岳父岳母家 收到的亲戚朋友礼金 全部还给了他们事后 岳岳母对我说 你母亲是个懂礼术的人 办完婚礼 母亲见我老婆的肚子 还没有显怀 就问我了 我知道瞒不下去 只能告诉母亲 妈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 我跟我老婆在一起吗 所以我只能骗你 她怀孕了 妈 你可不要骂她 这件事她也不知道 事已至此 哎 妈妈知道骂我也没有什么改变 只能催我们快点生个孩子 可我老婆是个事业型的女性 我向她求婚的时候答应过她 什么时候生孩子都随她 也只能让妈妈失望了 每次妈妈催生 我就想好各式各样的说辞应付她 我甚至告诉母亲 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 所以老婆没有怀孕 害得妈妈带我去看了 各式各样的中医 给我吃各种各样的苦药 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我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我想成立一家自媒体内容公司 父母也支持我 拿出钱给我做创业基金 公司成立后不久 老婆也怀孕了 可算是双喜临门 妈妈很高兴 大笔一挥就给老婆 包了十万元的大红包 老婆和妈妈一样 都是事业心很重的人 大着肚子 老婆也一直在公司忙碌 在老婆临产前三个月 妈妈就给老婆订了月子中心 妈妈说 我没有时间伺候 儿媳坐月子 就让她月子能舒服一点 结婚这几年 我和老婆和我父母 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我们基本一年回去个一两次 多也就三四次 这些年一直是岳父岳母 照顾的我们 我们家和岳父岳母家 距离不是很远 岳母每天都会给我们来打扫卫生 买菜烧菜做饭 我们只要关心工作的事 家里的一些杂乱的事 从来不用操心 岳父岳母都给我们扮好儿子 是老婆疼了一天一夜多才生下的 儿子出生以后 给孩子娶了一个小名纽扣 妈妈很喜欢 因为我们家是做服装 其实我会给儿子娶小名纽扣 是因为我和老婆 因为一颗纽扣 正是有联系的 但妈妈误解我也不会解释 孩子还在老婆肚子里的时候 父母就取了各式各样的名字 父亲说我儿子这一辈是宣自辈 名字里必须有个宣 孩子出生不久 老婆问我儿子 可不可以跟他姓 对于孩子跟谁姓 我是无所谓 再说了 老婆为儿子付出了很多 让儿子跟着他姓也没什么 但我知道我父母肯定不同意 所以我只能瞒着父母 我跟母亲说 给孩子取四个字的名字 加上老婆的姓氏 父母也没有反对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老婆的姓氏 在我的姓氏前 儿子生下来以后 也付岳母代大的 母亲每个月给我们五千块钱 说实话 经济条件我们还是过得挺宽裕的 房贷是父母帮我还的 车子也是父母帮我买的 结婚以后我们把单身公寓出租 租金也是我们收的 母亲每次只要来看我儿子 都是大包小包地带着的 但也许我跟岳父岳母 生活在一起久了 我好像和他们更亲密一点 我好像从来不会跟我自己的父母撒娇 但我会对岳父岳母撒娇 岳父岳母对我也很好 如果我跟我老婆有争执 岳母都是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的 不管是我对 还是我错 时间过得很快 去年儿子就要上小学了 父母大概觉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他们很少送过我 孙子上学 他们不想错过就决定 在我儿子上学的第一天 他们要去接送儿子三岁左右的时候 母亲一直催老婆生二胎 唉 当老婆生儿子的时候差点难产 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我也舍不得老婆在冒险 再说了我们的公司一直在发展期 老婆在公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也不想因为老婆为了生孩子而忽略公司的发展 所以每次我都跟妈妈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记得我妈每次都说我是七管炎 我老婆跟妈妈都是强势的人 我有时心里都会暗想 还好他们两个不住在一起 如果常年住在一起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肯定是那个受气包父母 每次来上海都是去住酒店 这次来岳父岳母说回自己家 让父母在家住一天陪儿子玩 因为父母每次来都会给儿子买很多玩具 所以我儿子虽然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但对爷爷奶奶还是很亲密的 她也一直要我父母留下 我妈也就答应了那天晚上 我正和老婆在房间聊天 就听见妈妈在客厅大声地叫我 黄静峰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解释一下我出了房间 发现父亲的手上拿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 就知道事情露线了 爸妈一直不知道儿子跟我老婆姓 那晚父母很生气 爸爸的血压也飙高了 他们也不听我的解释 当晚就走了 父母走了以后 老婆也对我发了脾气 你都没有跟你父母说过的吗 你不是告诉我你爸妈同意的 你为什么要两边瞒 你不知道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吗 我两头不讨好 给我妈打电话 她又大骂我一通 还对我说 你们的婚房是我出钱买的 房产证上也有我的名字 我决定收回这套房子 单身公寓 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 我没办法 那是你的房子 你们可以搬回单身公寓住 以后我们家的家产 跟你没关系 我妈这么说 我有些急 妈 你跟我爸不是就我一个孩子吗 你不留给我 留给我儿子 想留给谁呀 你不怕以后我不给你们养老 养老 我和你爸以后靠你养老 那可真是一个笑话 你以后给你岳父岳母养老吧 孙子的姓氏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可以不当一回事 我们还能指望你养老吗 黄静峰 你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我跟你爸以后老了 不能动了去养老院 家产就捐给国家 我 我还忘了告诉你 你的公司是我们投资的 那我们就应该有你公司的股份 麻烦你把那份股份折合成现金 给我们 我把父母的决定告诉老婆和岳父岳母 老婆倒无所谓 她觉得靠我们自己两个人的努力 也可以把日子过好 岳母却劝我和父母服个软 说姓氏这件事情 是我跟老婆做错了 自从母亲说把婚房收回 不把家产留给我 我也挺生气的 我也就再也没跟她联系过 不过我不知道的是 岳母瞒着我们去了我父母家 告诉父母把儿子的姓氏改过来 让儿子跟着我姓 大概岳母岳父态度很好 父母也不好意思 和父母约定 如果老婆愿意生二胎 让第二个孩子跟老婆姓 而且只要老婆愿意生二胎 父母还愿意出钱给我们换套大房子 我有些不明白父母的坚持和固执 儿子不管跟我姓还是跟我老婆姓 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疼都爱 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这么生气 还这么大动干戈 搞得我和老婆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